我記得最早是在106年的時候 那時候教育部在推大學社會責任時間計畫 那一年剛好是示範期 好 那回過頭來 台灣那麼多地方都需要地方創生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不一樣的 剛剛講永安的特色就是養殖 養殖產業 我們不能只看養育這件事情 你要看的是這個養殖的產業 它會有產業鏈 和一級二級三級產業 然後我們從二級產業開始做起 二級就是水產食品系他們的水產品加工 而且是初級加工 初級加工就是山區山青 去山區民去內造 這個初級加工 這就二級產業 食品研發二級產業 好 那我們的計畫裡面又做了什麼 我剛剛講食育教育對不對 還有食品安全教育 還有一個水域安全的防治 這個也是水域安全教育 這一類的結合地方的議題 跟產業之後 就變成三級產業 因為我們每一年夏天會辦 這種備式夏天很多東西 然後讓外面的親子 帶小朋友來我們永安長育 早上體驗食品安全教育 或是食育教育 下午體驗水育安全教育 一整天的流程 完了之後 我們再自入行行銷 爸爸媽媽 小朋友吃魚很棒 會變聰明 拿來買魚 魚匯就進來了 我們協助他們去推廣這件事情 比賽的宗旨 其實是來自於就是說 第一種是水產 食品科學系 那全台灣 有水產食品科學系的學校非常少 那台灣是屬於海島型的國家 事實上我們應該鼓勵 我們台灣的學生多吃魚 所以做水產烘培競賽 其實我們的意義是 我們希望藉由水產食品科學系的基礎 把水產推展到另外一個應用的面向 然後讓它能夠被寡大的消費者接受 那我們會去舉辦 鷹把組的比賽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去盤點了 全台灣所有的烘培比賽裡面 沒有人去做 以鷹把組為主題的烘培競賽 所以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做 我們做烘培競賽 我們做烘培競賽就希望說 取代過去米食的這種產品之外 還能夠符合鷹把組的飲食習慣 營養習慣 跟咀嚼上面習慣的產品 地方調整我們每一年 甚至每幾個月地方就在改變 所以我們的策略做法一直在調整 所以它是一個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也是因為降到比較早 因為充滿了挑戰 做法 間奏 讓你去做 好 你要小心 走 走 走